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的工资也就六十万而已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七千二百元 而他的老子宋太公也只是个小小的地主 一年能有多少收入 而且宋江老爹年纪很大了 要产万万恐怕不可能吧 家里的钱不足以用来挥霍 工资有少的可怜 那么宋江四亿挥霍 用来做及时雨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仔细一讲 真让人冷汗直流 可能一 靠规则收入宋朝时期 一般一个县有八个压司 而宋江这个压司 主要管理税赋征收和处理预送 一个税收 一个民事处理 简直是个肥的流油的差事 收税的时候 随便改几个数字 钱就噼里啪啦的掉口袋里了 办案的时候 也难免有人给塞个红包啥的 慢慢的财富就积累起来了 展开全文可能二 靠出卖情报智取生辰刚事发后 宋江给朝盖 不用等人通风报信 这些人才逃过一劫 事后 朝盖不仅派刘堂给宋江送来感谢信 还一次性给了宋江一百两金子 就按一两金子等于十两银子来算 仅一次通风报信 宋江就得到一千两银子的回报 如果拿这些钱来施舍 可以施舍多少次 而且 宋江会给朝盖报信 难道就不会给王盖 利盖 张盖报信 所以说你 宋江虽然只是个小利 但要是靠情报赚钱 成为运程首富 也轻而易举 可能 三 靠名声赚钱宋江及时宇的名声 可不是在小范围内被人这么叫 许多不认识宋江的人 都对宋江佩服的是无体投递 有时候这人既关系好了 买钱是特别快的 比如朋友有啥赚钱的买卖 给宋江的机会 让餐上一股什么的 如果投资多了 回报怎么会少 如果宋江真是靠名声赚钱 还真算得上是一条好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